另外在瑞穗香农会第二届 有机瑞穗蜜香红茶分级评鉴比赛热闹登场了 参赛的茶样点总共有65个 经由产官学界共组的评审团品评 结果获得了金银铜牌奖的参赛茶 品质水准不分玄制 那么主审罗世凯就说了 顺制首度出现芬多金香气 殊实难得 第二届有机瑞穗蜜香红茶分级评鉴比赛 参赛的65个茶样点经过出评淘汰了5个 由产官学界共组的评审团 随后针对了入围的茶样点 从茶经外观 茶汤色泽和香气 再一口一口的品评 结果每个茶点品质水准不分上下 也影响了金银铜牌奖项的名额 那以今年的点数来讲的话要比去年多 那可见我们这个消费者也好 我们的这个茶农也好 对我们有机蜜香红茶的一个评鉴 认同度已经提高了 我们希望在未来的这个区块 能够多多的来推展我们的有机蜜香红茶 把我们的五鹤村可以变成一个有机无毒的茶叶村 除了参赛茶农及茶样点数都比去年来得多 由于有机蜜香红茶与一般无毒农把生产 天间管理是更加严谨 尤其每个茶样点都得获得有机认证 才符合参赛资格 因此竞争是更加激烈 参赛茶点难分宣制竞争激烈 最后评审团不得不微调获奖额 分级评鉴出了11个铜牌 8个银牌以及三面金牌 主审罗世凯表示 获奖的茶样点蜜香味浓郁 还带有花果香气 尤其甚至还调出了森林分多金的香气相当难得 晋级到金牌跟银牌以上的这些 它的表现都是属于蜜香比较足 然后有这个花香果香 还有它的这个属于 有些是属于比较像森林分多金之类的这个香气 那在整体的表现来讲的话 那个我认为是相当不错的 在水宝局花令分局农委会茶开场台东分场的支持协助下 瑞士香农会第二届永基瑞瑟蜜香红茶 分级评鉴比赛激烈开赛 今年参赛品质水准相当一致 也开出了有机瑞瑟蜜香红茶的一片天 记者是宇兰瑞瑞瑞采访报道